好的,那这个我们刚刚一路瞎聊忘了这件事情 今天呢,金周刊出版社呢 提供了百年抗议1918年后 被流感改变的世界证书哦 在今天晚上12点前拿起手机编写简讯 发送到0989628628 输入我想读百年抗议 就有机会获得百年抗议1918 后被流感改变的世界书籍一本 《金探号》共三个名额 那这个这本书真的蛮好看的 那所以可以请大家用比较理性的角度去探讨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好啦,我每次都要问张教授 到底有没有人工制造病毒啦 我们刚还有网友说明明从美国来的 这个一定是怎么样 这种阴谋论你目前怎么回应 如果你从纯粹从科学上来看 这个人类还没有帮我制造这样子的病毒 美中厉害,那外星人哦 这个 外星人可以 外星人应该可以 因为我们假设外星人都很厉害 什么都会 但是这并不代表 它不是从武汉 这个因为某种事情发生流出来的 所以这是两件事情 对,就我们没办法相信目前有那么精准的人类技术 但不代表就跟你可能不能够制造 smallpox 天花病毒 但不代表天花病毒不会意外流出 所以现在所有的讯息 大部分人还是同意 是应该是武汉病毒 不管他 我也不太相信他是故意的 应该是不小心流出来的 对 那这个不小心有很多状况 最可能的两个状况就是 他们实验室出了一点错误 所以有人被感染 那他在初期的时候呢 他们没有那个警觉 你要知道现在不穿防护衣 他就很容易爆发嘛 所以他就传出去了 这个是一个可能性 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 跟当年SARS一样 就是直接在海鲜市场里面 这些野生动物 那他们当然也很多 这个在大陆工作的 我们生技界的人讲说 那他们常常实验动物做完 拿出去拍卖就去吃 的确有这个案例 所以这个可能性当然 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可能 但是科学上的确不认为他是人造 对目前还没有追溯到真正的证据 好那我们就从外星人回到地球了 我们来讲讲山海关 布立桃园医院 山海关目前的状况 这个张教授 你怎么样子判断 他现在当然你要看 这个你真正答案要出来 当然要28天嘛 28天 要拖那么久 为什么 就是我们通常会观察 14加14 这样会比较清楚 但等等 这个时候我就要追问 因为我最近一直有一个主张 但是 就是我也没有公开呼应 因为干我什么事呢 我又不是防疫指挥官 就你看我在观察全世界的状况的时候 我发现几件事情 第一个 包含了上海还没有 但是包含了河北 包含了北京哦 他已经从14加7变成21 这个听起来好像好像一样 觉得我数学白痴 对不对 不是 14原来是说居家减一 就是那种在家里面不能出去的 是14 台湾现在的加7呢 是自主健康管理 就是你可以趴趴走啦 但是尽量希望你不要做大众运输工具 不要去五月天演唱会 好 这个样子 可是 已经有好几个地方啊 在对岸 开始变成21 就是他21天都是隔离居家减一 那 当然老共那边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因为 他的这个 隐私权规范比较薄弱一点 所以 他原来的做法是14加7 那个7天啊 你健康是黄马 所以你本来也做不了大众运输 但台湾就是 就是好 就是你也知道 你有时候常常骂对岸没有隐私权 但我们是好到哪里去 这个东西啊 很难解释 我有点为难 不好讲 好 不好说 不好说 那越南甚至已经直接延到28天 就是你一进来一律隔离28天 张教授觉得台湾有没有必要开始思考 我们先姑且不论了 我们假设我们防疫旅馆100万间一定够 我们假设这个不会再有人提告说 赶快放我出去 我明明已经九彩羊了 应该都好了 我们先不假设这些行政上的事情 那张教授觉得有没有必要 我们开始改思考21天居家检疫 就是都在隔离状态 你问我当然说没有必要 那我是最反对无限上纲的 那你如果要无限上纲 你就学老共 他老共的做法很简单 杀鸡必用牛刀 那因为他资讯不透明 所以你也不知道 他这个牛刀是在杀牛还是杀猪还是杀鸡 你看到数字根本就不make sense 就是说每天的数字只有几十个 然后还说是无症状感染 然后呢他就全面普筛 他前一阵子筛了几个城市之后 他也承认说全面普筛是不对的做法 那因为你没办法完全隔离嘛 但是所以他现在已经 他现在所有事情都是大动作 突然间河北就是盖了一堆方舱医院 我不评论他因为他资讯不太透明 所以搞不清楚 所以回到桃园呢 只要他现在往下走 所看到的都是我们已经被管制的人 阳性 这一些呢他只会增加一点统计数字 他并没有增加风险 因为他风险在几天前已经被基本上被管控 所以你要真正要让我们要担心的话 一定是在最近突然间出现 不管在什么地区出现一个社区感染 就是完全找不到源头 这个是最令人担心 第二个就是在他管控圈以外 也就是说指挥中心他有拉一圈两圈 然后觉得他觉得其他的没有问题 他只要这一些出了问题 那表示他原来的管控圈 就是你讲的三海关没守住了 那我当然并没有100%同意你 三海关没守住 我同意你三海关的看法 所以只要是只是在他以管控的范围里面 增加减出者 这个叫做风险可控 这个不叫做疫情扩大 这个是已知他们有这个风险 我们现在在等待这个时间 等待什么时间呢 因为病毒有这个所谓的潜伏期 所以他一定要等病毒的量上来 你去检验才检验的出来 所以现在大家在等他的潜伏期 就是说万一这里面还有人被感染 那他潜伏期到的病毒量就会出来 他如果没有症状我们也塞得到 有症状的话当然更塞得到 所以这个是目前指挥中心 基本上就是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那我在追问一件事情 因为引然其实不管是三海关内 或者其他的烽火台 你知道就拿来比喻匈奴 或者是清兵这个概念很容易了解 就有许多医护人已经在讲 我们负担很大的 国家可不可以封闭国门 封锁国境 也就是三海关现在看起来还有一些 做小买卖的啊 东北卖那个什么人参雕皮 呼拉草这个东西还在进进出出 国家有没有可能封锁进来的人 至少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 我这样讲 我这样讲 就算你永远可以无限上纲嘛 是 我也可以这样问嘛 我也可以这样问嘛 那为什么我们全台湾不lock down 你lock down不是一点风险都没有了吗 你当然可以一直问下去嘛 所以这样子问没有意义 就是一定会有人去问说 你为什么不多做一点多做一点 所以指挥中心最重要的责任呢 并不是多做一点多做一点 你永远可以多做一点 你为什么不扩三圈 你为什么不检验五圈 为什么不全民筛检 这以前不是讲过几百次 你为什么不把国境给封掉 你为什么他允许人家回来 这些为什么大概有十万个啦 我小时候常看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 所以我说这个这样子问不对 我们要问一件事情就是说 指挥中心他整体的防御策略 到现在是不是有效 那指挥中心他的确到现在 他有一定的看法策略方法 而且他过去这一年证明他是有效的 那现在大家为什么会开始有点怀疑 因为我今天早上在一个研讨会的时候 隔壁坐的是这个美国哈佛大学回来的 那个王教授 不是王教授 张志威 一位也是一位医生 他就在笑 他说你们台湾人几例就在那边 那咱们跟美国不一样 开玩笑 这个重点是在这里 就是说 你如果纯粹用专家来看 那的确现在台湾现在这个情况呢 专家的眼光不认为它是一个太伟大的危机 除非看到我刚刚讲的那一个 不明感染源 第一个今天只要我们出现一个那我我就会说那我们那个整个要拉高 那个我们的肾上腺素全部都要分泌出来 三海关就要关起来了 是是是 那好 那我再问哦 因为我们必须要讲这个难免就拉到媒体圈了 这个也不是要硬是要讨论这个近几年一个年纪比较大 媒体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刚才出来讲说他在广告时间以疑问君方式这个发表 我想说哦好随便就是他说那个案856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新冠肺炎主治医师 那对但我们不管就我先把这个人排到一边去指挥中心最近哦 让人信心动摇的我讲实话就是我个人很袒护指挥中心的 但是当指挥中心对防疫消息走漏或是防疫消息的传递 有不一样的标准的时候民众就会恐慌 因为民众就会觉得那我到底相信你还是相信他 那我到底相信早上出来的阴谋论 还是要相信下午出来的正式记者会 那指挥中心最近怎么会这样 你以张教授一个外人的角度 你觉得是不是他们累了 或他们觉得其实没有关系 有一些媒体我们比较可以信任 我们可以这样做 为啥呢 第一个我并没有那么认真在看这些 你真的每一个人都跟我这样讲 我早上没有看 不是不是 我真的是没有这么认真的在看 我其实是忠实的指挥中心的这个 拥护者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一定是看两点那一个 你一定看两点那一个 我一定看两点那一个 我刚以为你看中国时报 我只要是看到任何媒体上的消息呢 在指挥中心确认之前呢 我当然都不相信 难怪你每天都笑呵呵 是因为 因为我 因为我当然没有内线嘛 真的不是 像我跟指挥中心关系这么 什么叫关系这么 那里面所有的专家都 都认识都熟啦 但是指挥中心呢 比方说想强 想强 因为想强以前要叫我长官嘛 对啊 所以我只要问他 他的标准答案是这样讲 下午指挥中心会公开说明 OK 他是一定这么讲 所以以我的经验来讲 他不会去把他事先给谁 但是我觉得有些新闻 我觉得有些人呢 也不知道怎么猜的了 那他猜错了也没有人知道 除非被 猜错当时不会有人知道 对但他就抢到了独家呀 所以他觉得大家在爆料 那大家喜欢独家 我觉得这是人性 我还好耶 我没有要 请大家学我的精神 只看两点 收播 好 我跟妳讲 张教授讲了呢 我的立场是 让我讲一段 我昨天在某一个立委 绿营立委 的脸书底下的行内人 这个行内人就不是医药行内人 这个是政治行内人 他说啊 他觉得这个周姓这个老玉 不好意思用一个比较难懂的字 周姓老玉呢 的消息来源 可能不是指挥中心 是别人 然后因为 那个绿营立委底下 他就直接开骂 他说你们党是干什么的 就算要透露内情 你也给正确的内情 你是想要整个党毁灭吗 所以我们还是要说 不管怎么样 是不是指挥中心呢 我个人还是建议 指挥中心要 自侵啊 就是我的立场一直不变 指挥中心的真操 是不可动摇的 他就跟司法一样 你不能让我们怀疑说 指挥中心今天真操 可能会摇摆是 我今天是处女 明天又不是 那这个才危险 那我们还是呼吁 大家真的要小心 请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待会